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团的YouTube频道 英超第七轮赛事呢 将会是这个榜首之战 红军利物浦目前以这个14分 占据这个榜首 而这个曼城呢 目前呢 以这个竞胜球的这个方式 13分排名这个联赛第二名 那马上就进入本期的视频 我们来聊一聊这场大战吧 好啦 感谢你呢 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 那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吝啬帮我按下这个红色的订阅按钮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同样是 六普球迷的这些朋友们啦 当然呢 你们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话呢 就马上移动一下这个鼠标还有手指呢 赶快去按下订阅按钮啦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500订阅数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这个giveaway啊 回馈给这些观众们 所以呢 马上点击下这个 红色的这个订阅按钮啦 我觉得我一直在重复这个订阅按钮啊 那最近呢 其实我自己呢 也开了一个这个Instagram来玩一玩啦 那如果想要看多一点这种幕后的制作啊 或者是更加这种生活化的这种内容啊 或者甚至是meme啊 对 我最近刚刚做的一些迷因 放在我的这个IG啦 所以呢 还没有追踪的朋友们呢 就马上去追踪一下我们的这个IG啦 好啦 那马上呢 就进入本期的话题 那先来聊聊呢 两队呢 上一次的这个交锋啦 那我相信 利物浦球迷呢 我们应该都不会忘记这场比赛吧 上赛季呢 在这个呃 曾经一度遭到六连败的这个时候呢 其中一场比赛呢 就是对上了这个蓝月亮曼城啦 那当时候呢 利物浦呢 主场1比4 不敌了这个曼城啦 那那场比赛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将Alison Becker呢 在那场比赛呢 就送出了两颗失误 直接让这个对手呢 扩大比分 最后是锁定胜局了啦 那那场其实呢 当时候 利物浦的这个双中位组合 竟然是Fabinio 还有Jordan Henderson 那当时候Nayton Phillips 和这个Ozan Carbac呢 都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得到这个 克罗普的信任啦 所以还是被摆在这个板凳席上面 而且呢 那一场呢 这个曼城呢 还没有这个对 这个主将 Kevin De Bruyne 啦 所以那场比赛 其实确实是输得蛮难看的 那本场比赛呢 我们终于要回到 利物浦球迷所熟悉的这个安菲尔的球场啦 所以呢 迎战曼城啦 我自己是觉得呢 不太可能我呢 会再来一个1比4的这个大落败啦 好了 那现在战术版上面看到的呢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预测首发11轮啦 老实讲呢 我对这个预测首发11轮是挺没有信心的 周中的欧冠小组赛呢 不管是利物浦啊 还是这个曼城啊 都是派上的最强的这个11人呢 去打这个对手啦 那 利物浦这里呢 对上波图呢 就像我刚刚所说 最强11人 对手 这个曼城呢 对上了这个大巴黎也同样的呢 摆出了最佳这个11人呢 那本周的这个赛城呢 我个人是觉得这么重要啦 我不觉得 曼城啊 或者是利物浦啊 会有做出多大的这个更动啦 那利物浦这里呢 赛赛赛诺阿诺呢 貌似不只是这个生病喔 其实好像是因为这个肌肉拉伤啦 那目前呢 目前克洛普是说啊 暂时还没有得到太多的消息啦 所以 我觉得可以很明确的说明啦 赛赛赛诺阿诺这场对垒这个慢成呢 应该是不会得到这个上场机会啦 所以呢 我个人的预测呢 就是James Milner呢 还是会客串去 去客串这个右边位喔 因为其实在周中对垒这个波图的时候 在60多分钟的时候 James Milner就已经被撤下啦 我自己觉得 体力的话 James Milner 应该还是有体力打完那场90分钟了 但是可能是克洛普想要休息一下这个老人家 让他呢 在这场对垒慢成的时候呢 去首发啦 所以呢 我个人预测啦 后方呢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 MATIP 啊 Vandai 啊 Robertson 啊 Alisson 啊 右边位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给到这个James Milner啦 而这个三中场呢 我个人也是认为会保持不变喔 也就是同样的给到Fabinio Henderson 以及这个Kurtis Jones啦 对 Kurtis Jones呢 我觉得 应该是得到这个首发机会的 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大啦 毕竟他在对垒这个波图的时候呢 是送上了一个满分的表现喔 拿VK大我觉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压在这个板正席上面啦 那前场三叉戟呢 这里呢 我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预测喔 Mane 还有Sala呢 应该还是会继续得到首发 但是前逢这个位置呢 我个人觉得呢 应该会给到这个Fabinio啦 巴西人的周中呢 对上这个Portus的时候打入了两颗进球喔 那我是希望啦 他能够延续这个状态啦 而且呢 Diogo Jota呢 在对垒波图的时候 其实已经打满了90分钟啦 所以我个人觉得 本场对垒蓝月亮呢 我觉得Fabinio呢 应该会回到这个首发位置 与这个Mane呢 还有这个Sala呢 组成这个三叉戟啦 那慢成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啦 不会有多少变化喔 那个后方线上呢 Rubin Diaz 还有这个Laporte呢 在对垒这个切尔西的时候是打得非常的好啦 那我觉得Pep Guardiola 应该不会去冒险把这个Nayton Aki 啊 放上场来打溜谱啦 但是John Stones 首发的机会也不是 也不是没有啦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Rubin Diaz 以及这个Emerick Laporte啦 那中场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跟上一场相同啦 Kevin De Bruyne呢 Bernardo Silva 以及这个Rodri 啦 德国人呢 Ilkay Gwendova 呢 目前是属于这个受伤的状态啦 所以我觉得呢 本场应该也不太可能会生育付出啦 但是前场三叉截者也就比较有趣啦 我个人觉得呢 Gabriel Jesus 呢 还是会得到这个首发机会喔 Jack Grealish 也基本上已经 算是在联赛中取代掉了这个Rahim Sterling啦 为9号这个位置呢 我个人觉得 Pep Guardiola 应该还是会再给到Phil Foden啦 因为呢 这名年轻的英格兰人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打这个六普的喔 那上一次的这个交锋呢 其实呢 到了后期啦 就是靠着这个Phil Foden 的这个一支独秀啦 扩大比分 最后呢 锁定胜局啦 好啦 那接下来呢 就要来聊聊本场比赛的五大看点啦 那第一点呢 我个人先来谈一谈我个人对于Fermino 能够得到这个首发的这个看法喔 那我觉得呢 与切尔西那场比赛是相同的啦 我当时候呢 又跟 Klopp派上这个Fermino的这个用意呢 其实就是去给这个Georginio呢 进行施压啦 同样的呢 本场对垒曼臣呢 我们的这个Rodri 呢 曼臣对这个Rodri 呢 也是一个比较 常常就是后侧呢 到这个 道这个 与这里中后卫呢 去做一个组织和串联的工作啦 而这个时候呢 Fermino呢 就可以去 是啊 在这个区域呢 去干扰一下这个Rodri 啦 因为 毕竟呢 Fermino主要的职责呢 一知都是这种后侧啊 去进行这种斜防的动作啦 而且呢 即使我们看到这个Diogo Giota呢 目前已经有开始在做这种后侧的动作 但是我个人觉得无可否认 Roberto Fermino还是在施压方面做得比Diogo Jota好了 Diogo Jota的话 我觉得在进攻端上的贡献是比Fermino更加显著 但是如果你要说有一名球员去干扰双后卫 以及后腰的传球路线 我个人觉得这个责任还是要给到Roberto Fermino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Roberto Fermino能够在这场比赛得到首发 这个就是最大的原因 但是欢迎各位观众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Diogo Jota还是Fermino会比较适合在本场比赛首发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的看法 第二点我们就来聊聊利物谱的二太子Curtis Jones Curtis Jones上一场对Lambrenford的时候就打入了一颗远色之后 在这个欧冠小组赛送上了满分的成绩 虽然纸面上写的是得到两颗助攻 但是严格上来说其实他已经参与了四颗进球 第一颗还有最后一颗进球都是靠着Curtis Jones的勇于尝试射门而造成 第三颗和第四颗助攻 传球非常非常的到位 尤其是第三颗进球就传给Sala的那颗 我觉得那个想法是特别的好 虽然看似是一个很简单啦 但是呢他就是有这种乘桌啊 就是有去观察这种队友的跑位啊 而传出那颗传球喔 而且传给那个Formino的那颗传球我也是觉得 传得非常非常到位啦 那我觉得就跟我刚刚一开始的提过啦 我觉得Navi Keita呢得不到这个上场机会啦 Curtis Jones呢还是会在这个三中场呢占有一席位喔 那我个人觉得他近期的表现呢 真的是太有这个说服力啦 普遍上大家可能都认为呢 Jones是比较偏向这种进攻性的这种中场啦 但是呢其实这个斜防啊 B墙的责任呢 我个人觉得Jones呢还是有做到啦 而且以他的这个身高啊还有体格来讲啦 身体上那个碰撞呢进两场看起来呢 都是做得非常好喔 所以这场对垒这个慢成呢 我觉得大家呢就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六普的二太子啦 期待他呢送出 又再送出呢一个一场非常非常好的表现啦 好啦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六普的这个致命伤喔 我们这个右路的防守啦 那上一场对垒这个Brenford的时候 我在我赛后感也有说到啦 六普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一块区域啦 完完全全就在被这个Brenford打爆喔 那这个欧冠呢对了这个波图的时候呢 其实呢对手呢也有高达45%的攻击 还来自于这个左路喔 也就是呢面对就是咬着这个六普的右侧防守不放啦 那即使呢这个六普的这个右后位呢是James Milner啦 我觉得对方呢还是会更集中于这个右路来攻击我们啦 而且呢这一次呢慢成的这个左边峰呢是谁 也就是Jack Greilich啦 就是上个赛季呢在课场的7比2学习我们的这个大奖 Jack Greilich OK Jack Greilich呢最显著的呢 当然呢就是那个盘球能力啦 还有这个突破防线的这个动作喔 而且内切之后啊我觉得不管是射门啊 还是传球呢其实都是非常只有威胁性的啦 那然而呢本周呢即将要对上的这个就是六普最弱的这个右侧这个防守喔 那我觉得不管是上Tran啊还是Milner啦 Greilich呢都已经足以对六普的这个后防呢造成一定的这个威胁啦 而且大家都知道Tran呢一向来呢都是一个攻大于守的这个后卫喔 James Milner我个人觉得说呢虽然是经验老到啦 但是速度方面呢是非常非常吃亏的 而且Jack Greilich并不是一个速度很慢的这种球员喔 虽然他速度没有到飞快啦 但是他的那个起步的这个动作呢 肯定比James Milner好非常多啦 但是呢如果派上Joe Gomez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Joe Gomez是有速度还有有体格啦 但是他的这个防守站位呢是非常非常让人担心啦 所以说呢本周呢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看Jack Greilich的这个表演吧 好啦那第四点呢这里呢就要来聊聊这个对手的战术啦 对慢成的这个战术呢到了这个新的赛季呢 每次都是做出了这种更动啦 那虽然呢我们在排面上看到的是一个这种4-3-3的这种阵型啦 但是其实我们就拿对了切尔西啦 还有对了这个巴黎圣洁们的这个比赛来说啦 其实打下来呢是一个4-4-2的模样喔 那我们现在这里就跟你们大家解释一下啦 基本上呢Gabriel Hazus呢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Jack Greilich呢都是靠的特别边啦 而且这里比较有趣的是呢 Rodrile呢还有Bernardo Silva呢其实呢会组成双中场喔 对没有错Bernardo Silva会变成一个中场啦 虽然我觉得普遍上呢大家都会觉得Bernardo Silva是一个比较进攻性的这个中场啦 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慢慢被这个 慢慢被这个Pep Guardiola改造成这个中场球员了 那其实这个V9号Phil Folder呢虽然没有错他会靠的特别前 而且Kevin De Bruyne这里呢也会呢来到这个前线啦 所以呢就会成了这个两个前锋的方式呢 去对这个对手的这个双中场去死压啦 Gabriel Hazus呢这里呢当然就会对上Robertson啦 Jack Greilich这里呢当然就是会对上James Milner啦 那通常呢Rodrile呢虽然说会比较后撤啦去和这个中卫呢去做这种组织的动作啦 但是呢当Rodrile如果说被Fermino锁得牢牢的时候呢 Bernardo Silva这个时候呢就会后撤来到这里去与中场呢做这个串联的动作啦 所以呢最后呢打下来喔其实呢看起来呢更像是一个4-4-2的这种状态啦 而且慢车的这个防线呢其实拉的特别特别高啦 大概呢给你们看啦我觉得呢Rodrile会大概出阵在这个位置 那Fermino呢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所干扰啦 那Mane呢可能会对上Walker 那Sala呢就会对上这个Cancelo啦 那三中场这里呢我个人觉得啦 Kurtis Jones呢或许呢会是去防守这个Bernardo Silva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喔 那Fermino呢当然呢就要在这里呢去协助一下这个双中 Rodrile的双中卫啦Vandai啊还有Martip啊去做这种组织串联的工作啦 那Handerson这里呢如果呢如果说啦曼城呢和Rodrile真的是一对一的这样杠上啦 我个人觉得Handerson在这场比赛呢就特别重要啦 如果Fermino呢能够传给Handerson之后呢Handerson呢的常传能力呢 本场比赛呢会特别特别的显著啦 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本场呢我们就可以来期待一下喔 究竟这个曼城这个4-4-2呢对上这个利物浦的这个4-3-3呢 究竟呢会插出什么样的火花啦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啊 好了那第五点呢我们聊到了Klopp呢 我还有聊到了这个Pep Guardiola呢我们怎么可能不讲这个高压B强啦 是的呢两位主帅呢都是把这个高压B强战术呢做得淋漓尽致的这个主帅啦 不过呢两位的这个B强战术呢每一年呢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啦 比如说呢Klopp呢一开始在这个利物浦的这个高压B强呢 就是说三个球员呢去包夹对手的一个球员喔 第二个赛季呢还是同样的这个概念啦 但是这一次会比较保守啦就包夹的时候不会再那么猛烈 而且呢开始更有效率呢去阻挡这个对手的这种传球路线喔 那Pep Guardiola呢基本上呢从这个巴塞隆纳开始呢就是有这个五秒的定律啦 规定说呢只要失球之后呢要五秒呢五秒之内去进行这种施压B强喔 如果强不到球的话呢就尽量能去做这种技术型的犯规啊把这个对手的这个节奏打乱啊 然后呢在这个定位球呢多回球权的时候呢又再开始打他最喜欢这种传控啦 所以总之呢本场比赛呢我们就再来看看啦这两位B强战术大师的这个表演喔 究竟呢谁呢才是更加强的那位主帅啦我们呢就拭目以待啦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六普呢对蕾曼城的这个赛前看点啦 那我欢迎大家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的预测比分喔 你们觉得呢六普呢本场比赛呢会不会在这个安菲尔德球场呢完成这个报仇啊 直接让曼城呢看到我们这个满足安菲尔德球场给我们呢这个红菌呢直接利取这个三分啦 好啦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喔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